大家好,今次又邀請趙善軒博士來,肯叫趙博 近期你有很多視頻嗎? 是的,正在努力做一個YouTuber 這次我們想談一些比較juicy的問題,關於生死、人生、愛情 說愛情,我覺得你經常在網台裡誇張,你太太如何延熟 這個當然是,還有另一方面,你們經歷過身體的問題 相信感情更加深刻 很多時候我們跟伴侶相處,有時沒有深的經歷經過 我們常常說,患難才見真情 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因為平時拍拖、結婚、相處都是很開心的 尤其是年輕夫婦一定是很開心,很多浪漫的經歷 結婚幾年? 結婚不是很久的,我們結婚今年第四年,四周年 我們認識了很多年,結婚四周年 去到我患病的時候,我睜大眼第一時間看到那個太太 她跟我說我是患上了這個癌症 就是晚期的癌症 那一刻她很冷靜,很鎮靜 反而我自己有點激動,因為我是剛剛昏迷一醒 做完檢查,做完小手術才知道自己是有病的 分離了三五個小時 那她跟我說,我自己又不是這麼接受到 反而她很冷靜,後來事後她跟我說 她就說,在那一刻她一定要做全家人最冷靜的那個 因為她說,如果她都崩潰了 就沒有人撐起家了 我是很感恩的,所以為什麼我有時經常會提起我太太 其實我真的有一個很感恩 還有後來,治病的期間,情緒我控制不了很多時候 會發了很多脾氣 即使到現在,我有時會受藥物的影響 心情會很低落的 那她也是無條件的 那當然我是很內疚 但有時真的控制不了黑情緒 我不知道陶先生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病的時候有時明明知道自己是錯的 那一刻是控制不了的 事後很內疚,但又沒有辦法 最有趣的地方 你越是親近的人,越容易發脾氣 去著朋友你都會忍 有時萬不講理 因為這是一個慣性 覺得她會讓人明白我 你竟然不明白我,你更加大個脾氣 那現在的方便比較康復 我們試試講 愛情現在 你覺得現在怎樣理解呢 現在年輕人 你自己 我想我自己都經歷過很多不同階段 我想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 我可以簡單來說 在拍拖的一個階段 結婚也是另外一個階段 那我以前其實很多時候 整天想愛情是美化了的 整天我覺得我敢拍拖 我希望太太不要介意 我說以前的戀愛史 以前經常希望照顧到對方 希望將我的所有東西給對方 但是現實上結婚之後 就發覺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是互相照顧 但是最重要就是 其實拍拖或者結婚 其中一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一個自我的發現 透過對方去認識自己 反而我現在去到現實 結婚之後 我就不會說到很偉大 我要怎樣照顧對方 而是很實際的 就是我透過戀愛裡面 我更加了解清楚明白自己 亦都更加令到自己成長 我成長的同時 他亦都在一起成長 我想這個是以前 十幾二十歲 三十歲的時候拍拖 是沒有辦法感受到這種悲種的感覺 是的 我想戀愛第一個階段裡面 有很多說法 叫做憧憬階段 將對方完美化 因為這個本身都是生物演化 男女吸引 基因上的差異等等 所以有個說法裡面 其實我們一般對感情 的想法裡面 是受很多本能 或者內分被驅動 所以這些愛情生物很流行 但是問題就是 有一個說法裡面 一個叫做Helen Fisher 這個美國的專講愛情心理學 她說 你求聖不遂 你未必會自殺 多數不會自殺 似乎沒有見過這樣的個案 你很喜歡對方 想和對方上床 那對方拒絕 那就不會自殺 沒有聽過 求愛不遂 就往往可能會自殺 那為什麼呢 他作為一個生物學家的愛情專家 他有一本名著 《Anatomy of Love》 就是愛情生物學 他本身一直相信 生物的基因 或者內分泌 決定了愛情 令到你陶醉 或者叫做Fortration 但是呢 他說 很可能我們 發展愛情第一階段 那種 基因的吸引 或者優生的吸引 過了之後 我們可以有一種叫做 attachment 其實我們更加需要的是一個 古代的派道所說的 《Anatomy of Love》 另一半 因為另一半 它不是最初期的那種浪漫 那種另一半 當時每個人都覺得 我們應該有個緣分 這個世界有個最適合自己的人 但是呢 到這種attachment 你發覺其實你內心那種孤獨 或者你內心差不多難以表達出來的內容 是只能有一個人可以跟你分享 朋友未必可以完全講到 而這個人呢 是 講得浪漫一點 有種比較同步感 是 更加說得偉大一點 生死與共 但是實際上來說 就是 人呢 到一個初期的 所謂 憧憬階段之後呢 就會轉化成為一個 恩情階段 他都贊成這樣 恩情階段 會慢慢慢慢發展了兩個人的一種個性 我以前就讀過類似的理論 一個愛情鐵三角理論 愛情鐵三角理論很流行的 他就說 一個愛情裡面 一定有三個角都要相對平和才能夠長久維繫 第一就是一定有激情 我想如果沒有激情 即使老夫老妻的話 太過平淡如水 有很多時候 你看到現在一些中年 或者老年 都會可能出軌的 之前有一宗新聞很出名 就在酒店裡面說 雙鳥自殺 後來就說原來謀殺 都六十多歲 兩位 就是 同時間有分愛情 是的 沒有激情也很難維繫 而且一開始的激情 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後來平淡如水 你有一些美好的回憶 令到婚姻是會更加圓滿的 有時候衝動的時候 吵架的時候 想起當初 其實大家也是 曾經海誓生盟的 那麼這個又很容易 會令到那個傷口愈合 其次就是親密的關係 好像剛才你提到 柏拉圖 柏拉圖 他就說愛情的目的就是 要找回自己的另外一半 失去了一半 失去了一半 原本是一個整體 那麼上天將它分開了 而你在人世間的目的就是 找回你自己的一半 很浪漫的說法 其實也是一種親密的關係 嗯 我在結婚前 以前 對上有一個女朋友 我們是經常吵架的 好像無尼拉家 說什麼都會吵架的 然後大家性格不合 但是我們好像 難捨難離 很愛對方 又覺得應該要跟對方 一生一世 但是 去到有一刻 我記得有一個親戚 就跟我說 其實你不如跟他分手 長期吵架 都不是辦法 你捱到今天 都捱不到明年 那一刻 我不相信 那一刻 我覺得 只要夠愛夠堅定 愛是恆久忍來 是不是 就可以 將現在的問題 化解 但是後來 我那一刻 就覺得 如果我現在跟他分手 我將來找 都會有同樣的問題 因為人與人之間 不會完全百分之一百 能夠磨合 那麼 後來 人生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現在遇到太太 結婚了 我就覺得 原來人生真的有鬚眉 真的有 這個世界不是 親密 有時候真的要互相認同 有一種認同感在裡面 到最後 就是有承諾 感情 其實就像恆生指數 會波幅 你的心情 各方面的感覺 是會波幅的 但是承諾 就是一種外在的東西 去約制我們的內在 很多時候 我們有 其他異性 可能會吸引到你的 或者 被事業 去分散了我們 對家庭那種重視 有很多外在因素 但是關鍵就是 你那種 承諾 如果夠 強大的話 那種婚姻才能夠更加完美 是 是 這個當然是 但是反而 現在我們 問一些 所謂年輕人 他們總是覺得 沒有辦法 他們說 有一個這樣的銀器 他說 愛情最重要是有感覺 有感覺 最重要是有 他經常問 究竟他喜歡對方 還是怎樣 怎麼說呢 就是是愛上對方 還是喜歡對方 我們讀哲學的人 就很喜歡玩這些文字 與你分析 不是分析 意思就是 他問清楚 什麼叫做喜歡和愛上 我們回答 就是喜歡是淡淡的愛 愛上就是深深的喜歡 他覺得很滿意 現在說了就沒有說 從這個裏面說 就是 怎樣能夠愛上人 他說喜歡的人很容易 但愛上 所謂他叫做 那種 成為激情的方面 很容易消退 有就有的 可能一個禮拜 或者幾天 是不是這個和我們的社會條件 或者社會的處境有關係 我想就是一定是有些關係 甚至乎 現在在日本 或者很多地區 還是單身的數字越來越高 有些人直接驗戀 驗戀 驗戀 不是驗婚 驗婚已經是上一代 上一代 現在驗戀 覺得沒有這個需要 原因可能也是 剛才我們所說的 戀愛其中的目的就是 自我認識 也是解決 孤獨寂寂寞的一個 很有效的方法 當然有時候拍拖 你越拍越孤獨 越寂寞 但是那個也是 更加認識自己的一個過程 但是現在這個世代 因為太多方法可以 所謂認識自我 去滿足你的孤獨 去解決 比如說打機 VR 甚至乎現在有人工智能的女朋友 有太多這些方面 這個是其一 其二我認為更深層次的就是 現在這個世代的人 怕痛苦 就是他比上一個世代的人更加怕痛苦 而戀愛 是痛苦的 就是他不能夠只有甜美 而他苦可能是有時候會多過甜 所以怕痛苦的過程裡面 其實背後是怕付出的 你發覺不只是戀愛 在工作上的年輕人 都是有這樣的付出 逃避痛苦的一個趨向 這個也可能是 小時候的父母 保護得過多的一個原因 不知道陶先生怎麼看 是的 這個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喜歡用早期佛樂伊德 有一個叫依父的理論 這個所謂attachment theory 的意思就是 我們因為現在的所謂保母社會 有這個名字 就是父母很緊張的小孩 一來一來 獨生子女 另一方面就是比較富裕 於是來說 對他成長的時候 會令到每個個體或年輕人 有一種很強烈的衣服 他說這些衣服很有趣 有時候就是 他很需要黏住 黏住父母 但有時候反而反叛 這些成長的小孩 太過了衣服 本來衣服是一種安全感 例如是 小時候有人抱 有人親 令到他有自信 但是過度的衣服 這個臨界尾很難說 過了之後 他就開始沒有了獨立性 甚至是沒有了一種能力 去忍受其他人 剛才趙博說得對的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的方面 就是很容易怕痛苦 其實怕痛苦 另一個語會 就是沒有忍耐 愛舌行狗忍耐 我想雖然這句說話 都有道理的意思就是 那個忍耐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不是每次相處都是順暢 總是有些波折 而且加上那個心理上 就是我們對一個親近的人 的期望 那個稀奇就強很多 就是對朋友 我們沒有那麼稀奇 例如他說話說得快 說得慢 朋友方面沒有所謂 但是你的伴侶 好像要求一個完美的發生 於是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說話 是沒有禮貌 或者之類之類 那你就會多了很多著色的東西 然後再進一步說 加上我們的性格上 先天上比較欠缺的事情 就對愛情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怕 就是剛才你說的 就是缺乏那種戀愛的欲求 加上男性呢 我覺得兩邊都有個問題 特別男性方面 太多的取代品 遊戲機其實真的取代了很多很多東西 時間呢 包括你那個寄託的對象 還有那個社交能力 你長期對著手機 電腦或者各方面 那你那個人與人之間 正面溝通的能力下降了 那你戀愛的機會也少了 你認識真實的朋友也少了 那有些人經常說沒有拍拖 我就說 那你首先問你認識了多少個朋友 如果你本身身邊只有十幾十個 那人家可能各自配對了 那你當然是拍不到拖 但如果你將你的社交圈子 變成二三百人 那你的機會率又大了 那現在的年輕世代 似乎連朋友圈 可能都會被我們的年代狹窄了 因為以前呢 跟現在不同 現在聊天 網上可以聊 譬如我和你那種WhatsApp可以聊天 以前不是那個人打電話 喂阿強 那就在樓下聊吧 就變成面對面的溝通能力 是會比現在更強了一些的 我都贊成現在的大學生 是 東方人已經少問問題 外國學生會積極很多 亂問都會 但是呢 東方人已經是少 再加上現在 我覺得還少了很多 比最初教書少了 比二十年前 比二十年前 意思是他可以在Facebook裡面 彈你 或者讚你什麼 但是他永遠不會專門的 所以有時候那些 我發覺那種所謂打卡現象 其實都是一種某種的自戀疫態 是 就是說他是透過好像 他構造自己的記憶 一手一腳構造的記憶 是代替了一種我們叫做 交互interaction那種的關係 這個社會學家桑德爾 其實有一個說法 現在的打卡年代 是一種私密性的公開 那什麼叫做私密性公開呢? 就是透過你的私密性的公開 去獲得別人的滿足 而這種獲得別人的滿足 以前就是要在現實生活 譬如說工作 那你才獲得別人的滿足 你有成就 或者你在運動 音樂 在各方面現實生活 有成就才會獲得別人的滿足 但是現在呢 譬如說 吃頓飯 拍得很漂亮的 或者去一些景點拍照 已經很漂亮的 你都獲得別人的對你的認同 那你就彌補了現實生活 正式去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 獲得別人的認同 因為人是需要認同的動物 但是 社交媒體滿足了你 變成在現實生活上 你就是慢慢有一種 就是 比以往是 減低了他的積極性 好像拍拖各方面 都有可能有多少影響 就是他不會主動去嘗試 或者是 追求 或者是 怎麼說呢 就是他會放在心裡面 然後又 玩了遊戲機之後 就分了心 或者是 轉去其他的活動 我想這個是其中一類 另外一類 現在又很流行說的 觀音兵 就是他們又很付出的 很極端的 我沒有留意 你很少留意 現在有一類的 叫做 受病 貫任病 就是他是 當那個女生是女神 然後就不斷付出 不斷付出 而那個女生也都 知道有這些人付出 但是他未必願意 是會跟他交往的 正式 但是現在社會又流行了這種文化 我想是兩個極端 有一種就是 剛才這麼說 他是 深潛了自己的慾望 有另外一種就是很努力去付出 但是他們是沒有一種判斷能力 和社交能力 是成功 就是抱得美人歸的 我想是有兩種奇怪的 這個可能就是 剛才說的 都是一種依附形態的變形 就是說 他沒有信心可以 所謂擁有一個女朋友 這個擁有當然是未必對的 但意思是 他沒有好像傳統那種男性 覺得是我要 積極追求 抱得美人歸 但是現在 變了一種過程裡面 就是他只要 會依附號稱一個女神 雖然很多人在追求他 但是我是屬於他的圈子 我會幫他拿手袋 會幫他收拾其他東西的 於是你覺得 你自己已經是參與了那個 好像戀愛活動一樣 我覺得他們 就是 我覺得他們 就是 當那種女神 就可以軟觀而不能洩門 當然女性是不能洩門的 但是 如果 比如說 我也有一定的戀愛經驗 去追女朋友追女生 當然要積極大膽主動 你是不怕失敗的 而且你是要有一種侵略性 有一種侵略性 主動性 主動性 主動性好過侵略性 對方才會令到對方覺得 有誠意 修正一點我的說法 很多時候女性喜歡一個男性 她要有些崇拜你才行 但是如果你姿態低 是冰的話 她沒有對你那種崇拜感 你是很難令到對方會成為你女朋友 剛才說 可遠觀不可涉緩 我看那些 有些片集 我記得有一個例子裡面 就是大家都喜歡一個女神 於是就進入了群組裡面 然後跟蹤她每天的 所謂的資訊等等的東西 到差不多的時候 竟然有一個人 就是說 我想追求她 他們覺得這個是 十我不赦的行動 是罪惡來的 他說你怎麼可以瘋污我們的女神 有種這麼有趣 當時我看完之後 都覺得很有趣味 的確原來有這種行為 還有 講多一點點就是 戀愛 我想是 始終是 我們異體交配的生物的必須條件 或者現在有 都是必須的條件 似乎是的 主要是 但現在有些是 日本有一種流行文化 是無性社會 是嗎 是 怎樣怎樣的 現在日本就是因為低欲 甚至乎連生活 慾望都是減到極低的 所以有很多夫妻是 柏拉圖式的 最后面就是 無欲的 這麼有趣 不過這個當然 柏拉圖式是一個誤解 當然不是指無欲望 它很可能是指 另一種精神提升 不過我覺得現代人 應該是視乎 那個缺乏激情 這個問題是嚴重的 即是每一樣 他們可以很快興奮一陣 我們網上裏面 看那些網紅人物 看很多所謂 一些搞笑的片段裏面 看完之後 你永遠不會看第二次 永遠不會記得 它好像一種 你當然叫做娛樂 但更加重要 好像是 填補了你某一段時間裏面的 空虛 空迫感 所以這種形態下 是現在年輕人的一個處境 所以說到戀愛 我想覺得更加重要的地方 下一段我們再講就是 可能是跟我們的社會處境 有一種很特別的變化 我們先講到這段